人类勘探队在地下五百米处居然挖到被封千年长着鸡脚的圣诞老人 本以为人类会就此灭亡 谁想圣诞老人居然被杀 手下的使者小精灵还被卖到全世界 本期给大家放上一个颠覆传统的故事 圣诞传说 在芬兰传说中有个体型巨大浑身毛发 长着鸡脚有奇怪脚印的怪物 专门小孩子为事 他们会把熊孩子放进油锅里监察 怪物被称为圣诞老人 是罪恶的化身 但同时芬兰也是他的故乡 今年的圣诞节很快就要到了 甲方老板组织了一个施工队 正在一个芬兰的雪山上挖掘着什么 站在夕阳下 年迈的老板语重心长地说 这工程是他从小的梦想 他们要挖掘出传说中被冰封的圣诞老人 这将是一个让埃及金字塔都黯然失色的发现 工人们面容严肃 一般人听了肯定觉得这是个传销组织 当然了 这些豪言壮语 也让躲在一旁的猎人家小孩布克和他的伙伴听到了 两人赶紧从隔离网中逃走 因为他俩私自越界了 小伙伴根本不相信有圣诞老人 可是蓝衣服的布克却好奇 今年圣诞老人会给他送礼物吗 与此同时 施工队开始扎山了 回到家的布克四处翻阅记载圣诞老人的书 距离圣诞节还有一天 布克的猎人父亲在雪地里设好了陷阱 抓捕猎物 而家里的布克最被窗外的撞击声吓到 方眼望去 窗外有一串奇怪的脚印 难道圣诞老人来过了 村民们设好垫篱笆 准备他们一年一度的猎杀麋鹿活动 可是春意料的是 只来了两只受苦临巡的小鹿 就这些怎么能够呢 村民们上山一查看傻眼的 满山遍野都是迷落的尸体 显然有人抢了他们的猎物 村民们以为是山上的工人们偷偷傻的 于是找他们理论 可是一到工地却发现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只留下了深不见底的洞穴 失望地回到家 布克把圣诞老人吃小孩的故事告诉同伴 显然这和可口可乐公司边的故事一点都不像 小伙伴有些害怕 布克接着手 后来 萨米尔把圣诞老人 淋诱到冰冷的湖水中冷斗 然后埋进雪山中 一埋就是上千年 防止他再吃小孩 布克说得越认真 同伴反而觉得越可笑 没有逮到猎物 父子俩的圣诞节一场冷清 另一边 码头送货的村民们 也如迷路一样 瞬间领了盒饭 第二天一早 父亲的陷阱被触发了 直接里面竟然是个男人的尸体 得 父亲吓坏了 私自设陷阱 还弄死个人 不管哪一项 他都得吃老饭 这下还一起来 于是他赶紧叫来好友处理尸体 死的是个白血老头 美国人 可是当父亲两人仔细一检查 灵异的一幕发生了 这个老头居然在动 像是在闻小男孩的气味 同时 村里也出现怪事 所有的麻袋 烘干机和电暖片 一夜之间都被偷了 另一边 村里的小孩子 除了布克也全都消失了 只留下一个个稻草人 同时 躲在布克家里的老头 绝真的活了 还一口咬掉了一个大叔的耳朵 当父亲三人回到家 老头正一个人赤身裸体 全坐在壁炉旁 一动不动 直到听到了布克的声音 他才把头抬起 慢慢站起来 好像要向布克攻击 猎人们赶紧把老头绑起来 就在这时 老头衣服里的工地对讲机响了 对方声称 他们要的圣诞老人在哪里 难道面前这老头 真的是传说中的圣诞老人 他能重生 估计逃不脱 猎人们驱车 绑着圣诞老人去和对方交易 而直升机上 走下的正是之前的老板 他看到老头后 老人的眼球突然变得全白 老板吓坏了 让大家放尊重点 这可是圣诞老人的精灵使者 突然工厂的灯灭了 下一个瞬间 老板也被秒杀 猎人们被和老头一样相貌的赤裸精灵包围了 所有人赶紧躲进仓库 而挡在他们面前的 正是一个体型巨大的罐 有三层楼那么高 整着巨大的脊脚 全身被冰冻着 这应该就是勘探队的成果了 传说中的初代圣诞老人 仓库地上摆满了偷来的烘干机 和用麻袋装着的小孩子 他们显然是圣诞老人醒来后的典型 事不宜迟 猎人们赶紧救孩子 挡住精灵 过坏烘干机 留在这儿也不是办法 圣诞老人马上就要苏醒 只有赶紧杀了他才行 而他要的是小孩子们 于是猎人开上直升机 用麻袋里的所有小孩做诱饵 把圣诞老人的精灵 往之前的店里一把处吸引 然后像麋鹿一样圈养起来 另一边 父亲在圣诞老人身上装满炸药 下一个瞬间 传说中的圣诞老人 便连着工厂一起灰飞烟灭了 父亲还砍掉了圣诞老人的鸡脚 留作祭典 这以后可是能好好炫耀一番了 精灵们没了老大 一下变得温水 也真是难为这些老头了 大半夜的在雪地里裸温 小镇恢复了平静 本来是要出口迷路的猎人们 突发奇想 把白发苍苍的老头精灵 卖到了世界各地 电影结束了 不愧是圣诞老人的故乡 还出口呢 圣诞老人原来是这么给 全世界小朋友送礼物的 话说这难道不是人工买卖吗 把孩子们装在麻袋里当幼儿 也只是能想象得出 让人家喘口气嘛 这真是个脑洞大开颠覆传统的电影 很推荐大家去看看 本期就到这里了 我是斯坎 你看都看了 不给我转一下 不用一下吗 我们明天再见